电造车服务经历在国内崛起 为人民生活带来的许多便利 是的 交通部长魏嘉祥提醒电造车服务者 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运营是违法的 交通部近日就发现了一家电造车服务公司 没有遵守陆路交通法令第715条文所阐明的准则 以致无法更新电造车执照 魏嘉祥今天在脸书发文告表示 这家电造车服务公司因为没有遵守715法令下的 第12-A-8条文 至今无法确保应用程序可显示司机的电造车通行证 导致乘客无法透过手机鉴定司机的身份 严重违反了安全和保安规格 因此涉案公司已经无法更新 已经在今年7月14号逾期的电造车执照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也已经向公司发出警告信 但是没有公布涉案公司的名字 魏嘉祥提醒所有电造车服务业者必须持有执照 否则一旦定罪 个人将面临罚款最高50万令吉 或坐牢三年或两者兼施 他也提醒所有司机 务必检查电造车经营者的有效性 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订阅